16岁了 你在做些什么呢 今天来的封面人物 跳Breaking 跳到成为世界之光 而且年纪轻轻 已经拿下了第二座的世界冠军了 我们欢迎霹雳舞的国手吴定杰 欢迎 还有她的妈妈也来到现场 欢迎吴妈妈 嗨 大家好 今天要替兽州的观众朋友 摸一下福利 可以请吴定杰现场 来帮我们笑秀一下吗 可以 没问题的 掌声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真的有够厉害的 其实我们刚刚只是随性 给你一段音乐 你就可以跳成这样了 如果真的实际上给你准备的话 那还得了 果然是世界冠军 谢谢 好 现在这个棚景是色谷的街头 那么定杰很长 在这个世界各国的街头 就会很随性来一段 对不对 就是看到漂亮的景色就会小 录一下 然后泼上网络给大家看 我真心觉得很佩服你 因为你年纪轻轻才16岁 已经拿下人生两座的世界冠军了 你可以带我们回顾一下吗 到底哪一场比赛 哪一个世界冠军是你觉得最有感 而且是觉得最刺激的 然后得到世界冠军的感觉又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 比较刺激跟开心的一次是第一次 就是亚尔伦的那一次 IBE 那也是因为它是一个历史很悠久的一个比赛 从就是老师们他们在我这个年纪的时候就有了 可是你第一次站上世界的舞台 你都不会去的场吗 不会发抖吗 其实在那次出国有不只安排了那个比赛 前面还有安排了一个大型的比赛 然后那个那次因为我真的太紧张了 我海选都没有进 就是我跳海选然后我都没有进 我那场好沮丧 真的超级沮丧 然后我沮丧了大概一天两天左右的时间 然后就觉得不行 真做起来因为我还有下一场 我把握下一场就好 然后我这场就觉得 我下一场一定是太紧张了 我这场就放松 好好的享受这个舞台 然后想着表演给大家看就好 然后没想到就真的做到 实际上你在练舞这件事情上面 其实你是披荆斩棘 因为你从小就是在那种升学班 然后又要课业很繁重 那时候升学或课业给你压力又是什么 又很巨大对不对 对 其实我在小学的时候 刚开始接触跳舞 还没有很认真的想要去专业它 但是到国中的时候就会发现说 我自己真的喜欢这个跳舞 所以就会很想认真跳舞 但是因为我上国中的时候 刚好遇到一个 听说是全校最厉害的老师 就是他就很认真说 你现在回去要写这个要写这个 你这样就进步 然后就是跳舞跳少一点 因为跳舞以后不会有出息 然后你读书以后才有很多工作可以做什么的 然后所以我有一段时间就是功课很多都写不完 然后我就有一次 大概是12点 1点那个时候 凌晨 对凌晨 然后就就是看着我的功课都摊在桌面上这样 然后我妈妈就进来问我怎么了 我那时候摊坐在沙发上面 因为我真的好累 然后我就跟我妈妈说 如果这世界上只有读书的话 我觉得好无聊 我不想活了 天哪 这么严重 真的就是很沮丧 觉得如果只有读书的话就不好玩了 那时候你看到孩子这样 你心里是什么感觉 当然就觉得很心疼 但是这个当中我已经默默地 在帮他询问体制外的学习 我就开始在询问 就是我有一些朋友 他们都是在自学的小孩的这些家庭 然后我就询问到 就是离我们家比较近的自学团 有一天他突然讲说 妈妈决定了 要不然你转学 然后我就说 什么 可是我跟这些同学都变那么好了 因为都有一年的感情 是 跟这些同学都变那么好了 然后我妈就说 可是那边可能功课不会那么多 好像也不用读那么多书 疯了 然后我就 好啊 好 赶快转 可是爸爸他OK吗 因为爸爸也是那种就是很会读书 然后也很会玩的人 所以他赞成吗 你们怎么要跟他沟通的 刚开始我当然 就是已经说服他爸爸 我们就转到自学团 去了以后他爸爸发现 进了自学团都没有读教科书 然后他们自学团都是用行动学习 就是带着他们到处玩 到处学这样子 然后爸爸就会觉得 很担心啊 这小孩以后不读书会变成草包 那我每次在送他上课的途中 我就会听很多的Podcast 原来教育可以这样 但是小孩在社会上学习 不用读教科书 他们再回去考大学 并不会考得太差 而且他们有了专场以后 更有那种特殊选才的管道 可以进去大学读书 那妈妈就有提到 其实你是苦练型不是天才型的选手 就是拼命练 拼命练 拼命练 可是我们就很想问 就是说那有没有练习的哪一场 是你觉得最印象深刻 或者是很刻骨铭心的 是到底有多苦啊 大概是国一的时候 但是还没开始自学 但是我那时候刚开始爱上跳舞 然后我就每天在家里 在家里就是做风车这个动作 是 对 因为我以前就是可能跳开心啊 或是觉得 哦 跳舞好好玩 可以这样跳跳跳跳跳 真的很好玩 但是那个时候就觉得说 不行 大家都会风车了 我一定也要会 然后我就每天 每天回家 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包包丢在旁边 我不写功课 把包包丢在旁边 然后我就开始练风车 哦 练练练练练 然后还是练不太起来 然后就一直练 然后拍影片传给老师说 哪里 哪里不好这样子 然后就练练练练练 然后练完了以后 后面 这当然也会像妈妈那样讲 练练练练 突然心揪一下 哦 写功课了这样 算了 再练一下好了 然后练练练练练练 练到可能九点啊 十点 然后再去写功课的时候 就太晚了 又会拖到十二一点 在你这个选拔 进入国手的有一个阶段 是一百零九年 大概2020年有一场很重要的 就是积分赛 锅手的积分赛 然后还导致你就是受伤了 这个比赛是一个赛季的 是 然后它是 它那次 那个时候是一年七场 所以就是非常紧凑 你练习时间也要非常紧凑 然后我就 因为身体承受不住 然后就不小心受伤这样 然后受伤 当然也会很沮丧 觉得说 我当下 当下会觉得说 这个腰那么严重 以后我会不会不能跳 多严重 就是真的走路都有问题 最后我妈妈这样背着我 扶着我这样走 真的 因为很痛 真的很痛 然后每一场上去都是 喷了很多 然后吃止痛药 然后喷了一堆沙龙巴士这样 然后止痛上去跳 那一场我是腰真的好痛 我走路都走不好 但是那一天我就觉得说 这场我一定不可能赢了 我就好好享受这个舞台吧 这样子 我就这样一直想 但是我竟然还是一样拿到了第三名 我就觉得 这个心态 比以前我这样子觉得好想赢 然后在旁边崩溃 还要舒服得很多 所以我后来就有慢慢 在心态调整上面有更进一步的发现 所以就后面也越来越厉害 这样子 那你不是还跳到鼓列吗 对 我还有 那是一个怎样的状况 还有一场是 那是因为腰很痛 然后好像是 好像是同牌站 然后我就是做了一个叫做走炮的动作 然后我那时候就很大力 然后中了一下 然后我就继续跳 然后我下来 但是其实我那一天完全没有 我完全没有发现鼓列 因为我腰真的太痛 我那天 我那天就是躺在地板上 但是我 我这样 我呈现一个这样的动作 我呈现 躺在地板上呈现一个这样的动作 但是我是在注意我的腰痛 因为我觉得我腰真的太痛 比我的手足还好痛 然后隔天 隔天我就 这件事情很好笑 就是我在上大号的时候 大号的时候 这样子撑 然后我觉得手足好痛 然后我就跟我妈妈说 妈妈我想要去照一下X光 然后我就发现 哦 鼓列 所以那时候才发现鼓列 听起来感觉是很 drama 很欢乐 但是看在母亲的眼里 你是一个怎样的感觉 因为真的要成为奥运选手 真的不容易 那你又一路陪在旁边 你心里一定有很多的心疼 跟不舍吧 对 然后 因为这样我就会上网去 看一些就是从失败 然后转成成功者的 角色的这些影片 像有一些什么 国标舞选手 他们也有曾经受伤过 然后都要坐轮椅一段时间 然后我就会给他看 我说没关系 这个鼓列 带一个 因为我们在开动物院 我会知道说 这大概一个月 他就会复原 那但是他那个真的很痛 大概一年都没有办法 练这边的动作 然后他当然都会很沮善 我都会处于一个就是 鼓励者的角色 然后他有时候 他也会跟我说 妈妈那如果我五幽练不好 那以后我没有办法养活自己怎么办 我就跟他说 那你就看看 Breaking世界的成功者 他们长什么样子 他就开始去回想 说Rabu BC1 他就看到那些成功者 他就希望又再燃起了 所以妈妈带给的力量 都是一直在支持你 那你自己怎么自我打气 自我打气 或者是说 藉由你的例子 你想要告诉现在 在看我们节目的同学们 因为他们可能也是很想要一边跳舞 或一边做他们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可是又背负着父母给他的期待跟压力 这时候要该怎么做 你一个前辈的立场 你可以怎么告诉他们 其实我那个时候 当然家人也有不支持我过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要不能说 就是我发现不能只能 不能说就是说我一定要跳舞 我不管你们 这样子就是说你们不懂 父亲也不懂这样 因为毕竟他们还是家人 还是爸爸妈妈 就是毕竟还是要让他们了解一下自己在做什么 所以就是我觉得沟通很重要 要去好好的跟家人沟通 然后好好的跟他们说 我现在在做的事情是什么 然后为什么我现在要那么认真做这件事情 跟爸爸讲一下 其实他们也会动你 那这样子再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的时候 其实会更顺利 这样子 OK 那有没有想要跟妈妈讲什么感人的话 谢谢你 没有 最后你可不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 舞蹈教会你的事 或舞蹈带给你什么 就是一个做什么事情都先享受就好 然后不要去担心很多其他的事情 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或是对 对就这样 你的故事真的是带给我很多的感动 那台湾的霹雳舞小将吴定杰 他扬名事件 他的案例也告诉我们 你不用会读书 行行出状言 而且他还靠着舞技在世界舞台闯出一片天 那也很感谢妈妈还有定杰 一起来这边跟我们分享他的人生故事